赵家一家,其实萧生你过不过都是无害呢? 我问你,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这个正气歌 在齐太时间,在进董胡不,代表是正气的 你这里看赵盾和他之间的辩论,你觉得 有没有道理呢?为什么董胡说是赵盾士忌军呢? 因为他说,董胡说赵盾未真是脱离了做臣子的职位 因为他还在进国里面,所以他也是有份的 你是听不明白,你是听不明白 他说你是正兄,你是正首相 这个晋灵工业杀你,你要走路 走路是不是第一时间离开国境,是最安全的? 你是通緝犯,不是,你走路边境,停顿在这里 有所等待,冒着这么大的危险 等待什么的事?等待有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发生 你可以回来,你知道吗? 萧生大,又不是啊 你再听完,他说,第一,亡不越境 亡不越境的事是很危险的,你被人捉到立即死 不是,这么危险你在那里等,你是知道有一件事发生 你明不明啊?有以待啊 就是这样,而还有第二个证据,两个环境正空 反不讨策,回到来拿回权位 你没有发通緝令,通緝的兇手先?没有 为什么?一个兇手是你同党,你知道吗? 是的,又真的没有通緝 两样东西加起来,他说不是你,是谁呢? 但如果以前的君主要杀他,就是要杀一个人 他就算不在自己的国境,也可以去杀他 但难很多了,等于不在境内通緝你 那要透过外交视节,和国家和你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对不对啊?你在人家的权力范围里面 何以你亡不待境呢? 是吗?何以你反不讨策呢? 两样这些,我们在法团上叫环境正空 就是说,你和他是同谋来的,根本是 你事先知道,安排了有人杀俊宁公 所以你希望俊宁公死了,你不用走路 所以你就去到边境,就不走,在那里等 而那个人是你同党的,你回来现在不会通緝他 如果那个人不是你的同党,你帮俊宁公报仇说恨 这个是光明正大的事,回来现在就第一时间通緝他 也对啊,我本来觉得董胡很食股不化 但听完你这样解释之后又发现,他也是他的道理 根本历史上是说,赵俊是不教他说的 赵俊是没有声音出的 所以赵俊临走的时候就说,史观之权就重于轻省 那你觉得是不是,那时候其实史观文化是怎样的呢 这个当时的史观就等于现在的舆论 你知道吗,就是你 就是报纸舆论了掌握的力量 是足以威胁到这个局长,即是局长 威胁到这个处长级的地位 其实在多久之后才没有人赞写这个历史呢 后来就不是的了,历史就乱改了 等于所有娱论都被人收买了 我原来是这样的 好了,赵俊的故事就完了 但是赵氏孤儿就是明天播了 大家就记住不要错过了 明天的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